HELLO MY FOOTBALL FRIENDS 歡迎收看足壇風雲 經過世界杯之後 在精彩的足球也一樣要 回錄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今天很榮幸 要來跟邱平鄭先萌 一起來聊聊說最近的一些足壇動態 先萌哥你好 各位觀眾好 阿居好 好 那最近呢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西甲目前的一個戰況 那從看一下目前的一個戰績的部分 目前巴塞龍那是以13分1負 兩坪的成績41分的積分 超前的皇家馬德里目前戰居在第一位 皇家馬德里目前是3分的積分 暫時落後給巴塞龍那 皇家社會則是32分的積分 皇家貝提斯則是28分的積分 而馬德里競技 目前的積分上面則是暫時落後一下 目前他們跟比利亞雷爾 是27分的積分佔居在第六位 那這邊想要請教一下先萌哥 因為上一輪的比賽西甲方面 皇家馬德里是以2比1的比分 輸給了比利亞雷爾 那這121年來 皇馬是第一次先發名單當中 是完全沒有西班牙人的一個情況 這是有點比較少見的 那反而比利亞雷爾這邊是只有3名選手 不是西班牙選手 那你對於這場比賽 你會怎麼看這場 就是皇馬為什麼會爆冷 輸給比利亞雷爾這場比賽 我想多少跟這個所謂的世界盃的疲憊 我想還是有關係的啦 畢竟皇馬這些球員 是各個球隊各個國家的精英所組成 那這些球員也都會去參加世界盃 大部分都有參加世界盃狀況下 你會發現就是皇家馬德里在這場比賽 他們可以說表現算是相當的疲軟 尤其在上半場的時候 他們射門次數甚至於是對方的一半 四次對八次 你要知道皇馬這支這麼強的球隊來講 對方比利亞雷爾這樣的狀況當然不能算是好 那至於說下半場 坦白講皇馬他有拿到一顆進球 但是也是一個對方手球的一個點球的進球 所以說皇家馬德里在這場比賽 他們進攻的確是出現了相當大的問題 所以說呢這個疲憊 我認為是一個相當相當大的因素之一 是 宣萌哥特別提到在世界盃這個起見 皇馬的選手多數也都是國家隊的主力成員 那反觀比利亞雷爾雖然前一陣子 他們總教練Emory是離隊了 但是這反而好像是給他們新任的總教練 一個說在世界盃期間 重新的調配一下這整支陣容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這場比賽反而對比利亞雷爾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測試的機會 但是緊接的在國王杯當中 兩隊又再次狹路相逢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Ancelotti可能是在這場比賽 暫時不要把這個底牌給掀出來 然後在國王杯的時候可以說 打出一個比較符合他的一個陣容 原則是說這密集的二連戰 他可能又會有一些 戰術上被比利亞雷爾這邊 洞悉了一個很大的關鍵 我想阿局講的第二點 我是比較贊同的啦 就是以安切洛蒂他的一個指教來講 他有點像是個禪師 他每個賽季對他來講 都是一個長期的一個作戰 所以說他常會依照計畫 來排他的一個陣型 不會因為一兩場比賽做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針對 就是我認為這場比賽的他的確是有一些 為了後面來鋪路的一個感覺 只是說他也想贏 但是球隊表現沒那麼好 是 那我們剛好特別提到說 在目前的積分排名的部分 這也是第一次黃馬 被巴塞隆納整個超前的一個情況 那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黃馬其實是成績上面 反而是慢慢的拉開差距 但是現在卻被巴塞隆納給反超 那這部分就要請教一下先鋒哥 巴塞隆納這一輪比賽 他卻是贏下了馬德里競技喔 這不是說贏了一個比較後段班的球隊 而是贏下這個賽季 有可能往前段班去前進的馬德里競技 那這一點你會怎麼看這場比賽 我想馬德里競技這場比賽 馬德里競技他的問題還是差不多的 他在這兩個賽季來講 他開始多用一些比較多的高壓攻勢 那對面對巴塞隆納 原本大家都認為說 他應該會先主手為主 但是沒想到那個球掉在上半場 掉的相當的早 22分鐘就被登比雷給進一球 那B的馬進他必須要來上來做進攻 做一些壓迫性的進攻 那事實上也是有一些成效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們全場創造出20次的勝門 但是最終還是沒有辦法拿到任何一顆進球 這個跟過去我們看到的馬德里競技 其實是有點像 他們的進攻就不是那麼的穩定 是 那這一點我想也跟他們 在之前的比賽裡面 面對到登比雷這樣的一個編路的好手 你可以看到說那一顆失球 其實他們一開始的防守 其實是滿集中在另外一側 但是登比雷有點堅持在國家隊 那樣的一個表現 就是說我拉邊 然後也創造出空檔之後 就打進了那麼全場的唯一一顆進球 那這一點我想再請教一下先鋒哥 就是說那這樣你會不會看好說 那很可能在這個賽季裡面 是會繼續的保持這個領先黃馬的一個優勢 然後最後拿下這一次的西甲冠軍呢 大家都覺得說啦 以現在的黃馬巴薩來講 西甲其他的球都要擊敗他們 其實是有困難度的 所以說大家會覺得 三分的積分差距好像有點多 黃馬是有點難追 但事實上就像我剛剛講到 這個賽季是一個長期的 你現在的狀況來講 好像巴薩是佔了一點優勢 但是你要看還有半個賽季 你怎麼知道在接下來 也許在賽季的更後段來講 會有一些更大的一個變化 譬如說兩軍在這個歐戰比較後期 無論是歐聯或歐霸裡面呢 他們後期的時候賽程密集的時候 還有可能會有一個滑坡 或者是一個產生不穩定的狀況 在那個時候也許排名還會有些變化喔 是 那我想這個西甲當然這場比賽 對上馬德里進去這場比賽裡面 你會發現到在比賽的末段 其實是有點差點大打出手的一個情形 你看到Levendorce跟人家倒地之後 然後裁判對兩邊的選手的一些判罰 兩邊的總教練都因此就衝上去 來跟總教練有一些抗議的一些行為 然後這點你就會發現到說 其實這兩邊都很清楚說 這個很可能這場比賽的一個三分積分 都關係到他們最後的一個榜首的一個關鍵點了 那當然最近的一個足球的一個很重大的新聞 也還包括像是威爾斯的國腳 Gary Bell是宣布他直接是生涯就是退球 那過去大家很多球迷會講說 他可能生涯已經準備要告別足球之後 就迎向了高爾夫球 那這點想請教一下先鵬哥說 那你會怎麼看待說這個Gary Bell的這個生涯的一個 體育跟他的一個概況 對當然你用Gary Bell你要去比C羅或者是梅西的話 是很難去相比的喔 畢竟他雖然說曾經是櫃為天下第三人 為什麼說天下第三人呢 因為當初他從托特特朗普熱赤轉會到黃馬的時候 曾經是創下的億元男的身價 而且在當時他這個轉會費是數一數二的高 大家都認為只有梅西跟C羅的轉會 才有可能超越他的轉會費 你就知道他有多厲害的 但是這就是梅西跟C羅更加不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生涯 維持在這麼長的一個高潮裡面 那Galas Bell就比較可惜 他在生涯後半段的確傷勢所苦喔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他在職業隊裡面 他的表現是比較不穩定的 尤其在黃馬的中後期 你可以知道在黃馬中後期 他在聯賽的先發機會是越來越少 不過我們還是要肯定他在這種大賽裡面 他的一個能耐 我們可以看到在黃馬歐冠的連敗裡面 大家還記得嘛 在2018年的時候 那個面對利物浦 他的一個關鍵進球 可以說是讓黃馬拿下歐冠連敗 最大的一個攻城 那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 他在生涯最後的一場職業比賽 在MS的冠軍決賽裡面 他也是喔 在關關鍵的時刻 在延長賽裡面 球隊落後一球 少打一人 他也是把比分給追平 讓球隊最後在PK大戰獲勝 你可以知道說這個球員 他是多麼樣的一個 關鍵先生的一個感覺 而且他除了在所謂的職業隊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在國家隊 他幫助球隊在這個歐國盃裡面 踢出好的成績 新高的成績 那另外呢 在這一次他幫助球隊打進世界盃 你要知道 威爾斯已經多久沒打進世界盃了 所以說我認為他的生涯其實已經是 相當相當圓滿了 退休還可以啦 那這個部分我再補充 先鋒哥剛剛提的這個部分 你看你騎到馬賽回旋 你一定會想要攜帶 然後Garry Bell 其實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成就 就是在傳給三秒後的自己 這件事情是前無骨了 後無來者 面對到之前的國際米蘭 甚至是在之前對在國家得比的時候 面對到巴塞隆納 你看到Garry Bell 傳給三秒後 自己再從這個界外區 再跑回來的這樣的一個成就 這個這樣的一個過能的方式 過去是從來是沒有看過的 所以這也突顯出說 他對自己的一個身材條件 以及這種加速度的一個自信與把握 那最後最後 現在這邊要請教一下先鋒哥是 下個禮拜啊 在我們木蘭女族也即將有一個友誼賽 面對到泰國 那這部分想請教先鋒哥說 你對於目前這樣的一個備戰情形 有什麼樣的這個像是疑慮呢 或者是說看點在哪裡 那關於我們女族國家隊 她要去這個泰國的疑訓 我認為是相當的重要 因為畢竟在下一個月 我們就要去打這個洲際附加賽 那事實上在短時間內 我們需要有高強度的對手 來把我們的狀態給磨合起來 那當然我們之前有去美國做一個 一地訓練了 但是那個狀態來講 好像還沒有完全把這個球隊的一個 呃情況給調起來 包括了他在上個禮拜啊 面對這個新北高中的那場友誼賽 我也有去看了 那個狀態來講都還是在調整當中 那我們這一次又加入了這個包新璇 那包新璇他從美國回到台灣隊裡面的話呢 其實他的狀態因為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踢正式比賽 跟球隊的一個磨合也很重要 所以說在這兩場的國際有儀賽 面對泰國這樣子有強度的對手 我想是非常有必要把這個球隊 這個狀態調整起來 可以說是最後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那包新璇經過一年啊 沒有這樣的一個正式比賽系 到底狀態如何呢 我想這邊就讓球迷朋友來繼續觀察 那今天非常感謝先鵬哥 在竹壇風雲跟我們分享的這些 有趣的一些底彈動態 那有關更多的一些詳細內容 請繼續鎖定 體彈觀測站